150多具尸体,1万公斤粪便,曾经圣洁的珠穆朗玛峰竟然被污染成了这个样子 去向峰顶的小路两旁,一边是尸体,一边是粪便 几年前,当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时,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因为很少有人能想到,有一天,我们心目中的女神会被她的朝圣者们糟蹋成这个样子 事实上,这句话完全没有夸张的成分 珠穆朗玛峰,世界海拔最高的山峰,自从1953年,一个新西兰人首次登上珠峰以后 越来越多的挑战者,从世界各地来到这儿,企图征服珠峰 他们留下的除了脚印,还有几百吨来自世界各地的垃圾 当然,也有人把自己永远留在了这里 从2004年起,珠峰上将近有200人不幸丧生 至今,仍有100多具尸体留在珠峰上 在这儿,你可以看到俄罗斯的伊拉罐,美国的罐头,法国的酒瓶,中国的塑料袋 除了生活垃圾外,珠峰上还遍布着人类的分辨 一个第一次踏上珠峰的旅客,迫不及待地就近着块冰 想要品尝一下这个世界上最纯净的冰水 但向导立马制止了他,并对他说 朋友,难道你想吃屎吗?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每年有7到10万名游客游向珠峰 这里没有公共厕所 他们就发挥了人的原始本能 用铲子挖个坑,当作凝食厕所 一年的时间,珠峰上就徒增了12吨粪便 这些排泄物堆积多年,也无法降解 遇到冰雪消融,还会混入到当地的水源 而这被污染的水,还要供养10亿以上的人口 有人在作孽,就有人在救宿 有那么一群人,他们不是嗅到商机 靠珠峰赚钱的探险公司 也不是来自世界各地实现梦想的探险家 而是世代生活在珠峰脚下的夏尔巴人 他们自愿成为珠峰的青道夫 甚至是解尸人 成为珠峰青道夫 解尸人的那一刻也就表示 每一位志愿者已经同意让死神站在自己的肩膀上 要知道,在海拔极高的冰山之上 连呼吸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狂风,暴雪,饥饿,受伤,疾病 每一项随时都能要人命 光登山就已经如此危险 更何况是到更危险的角落里 捡垃圾,捡尸体 危险程度可想而知 一不小心就可能粉身碎骨 尽管夏尔巴人土生土长 身体素质很粗色 但在巍峨崎岖的珠峰面前 都得甘拜下风 更令人提心吊胆的是 因为阳光照射,温度升高 会使冰川变得极不稳定 他们只能选择夜行 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 夏尔巴人靠着光线微弱的手电筒 走在茫茫冰牙上 两边就是万丈深渊 对他们来讲 往往走错一步 稍不留神就意味着死亡 为了安全起见 他们把自己固定在一根绳子上 一绑就是十个小时 不能喝水 也吃不了东西 还不能休息 所以经常感觉头晕目眩 喘不过气来 偶尔 他们也需要用梯子 在冰川与冰川之间搭条行走 脚下是万丈深渊 耳边是呼呼的寒风 每一步都走得胆战心惊 即便是老手 也把命拴在裤腰带上 不仅如此 山路崎岖复复杂 往往一整天绕来绕去 费尽力气只能走几公里远 甚至有时爬了一天 一回头 还能看见自己出发的地方 这事搁谁身上 都得让人崩溃 没有水喝 他们只能喝血水 但这些千年血水 早已被污染了 食物的垃圾 人的尸骨 排泄物滋生出来的细菌 这导致他们头痛 失身 甚至严重到无法再参与行动 只能在营地帐篷里休息 队长带着其他队员继续前行 他们此行的目的 要带回2000公斤的垃圾 和两具尸体 一路上 他们拿着钩子 在各个冰缝里寻找 被血掩埋的垃圾 这些垃圾 大部分已经和血融为一体 贴贴事实送在山上 光是着开这些冰块 已经耗尽他们大半力气 而收集好的垃圾 要靠队员们背下山 送到珠峰大本营 尽管身体已经极度疲惫 但是他们仍然要坚持 每天要往返八次 另一边 队长带领的搬运尸体的小队 也遇到了困难 队员因为体力透支 出现头晕目眩 呼吸困难等症状 只能提前下山 留下队长孤身一人 更可恶的是 遗体的一半已被冰雪封住 队长用冰稿 逐逐敲了两个小时 才把遗体取出 留在珠峰上的遗体 重量是很大的 一具可达到近400斤 它不仅仅包括遗体本身的重量 还有遇滥者身上的装备 以及与尸体融为一体冰的重量 并且由于尸体已经僵直 搬运起来难度更大 就这样 队长拖着遗体 走了500米 最后体力不支 攀倒路边 幸亏后来救援队及时赶到 他才免了性命之灾 缓过神后 他坐在雪地里 双手颤抖 他说 自己的手不听使唤 连吸氧都毫无作用 在此之前 队长已经成功登顶珠峰六次 但是这一次 他说 他感到了死亡的召唤 但即便如此 队长也没有放弃 这只遗体 因为他们夏尔巴人相信 只有通过火葬 或其他的埋葬仪式 一个人的灵魂才能升天 否则灵魂将一直在遗体周围徘徊 永远无法安宁 在救援队的配合下 用绳索和扶梯 将遗体慢慢地拖回二号营地 因为返回到珠峰的大本营路程遥远 所以只能使用直升机搬运遗体 可是直升机螺旋降 在稀疏的空气里 无法正常地工作 使得驾驶员和飞机 随时都有危险 两具遗体太重 直升机无法一次都运 只能来回两次 还得抓紧时间 因为天气随时会有变化 队长说 我不在乎是谁留下了垃圾 我只想把它们弄下去 让整个国家喝上干净的水 那是我们的责任 更让人感动的是 奔山队的亲人 面对即将奔赴生死的丈夫 妻子依然面带笑意 在她看来 丈夫在做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 她为丈夫感到骄傲 初次公益清理珠峰活动圆满结束 但接力棒已经出现 下一次的公益清理活动还会继续 三年后 心理珠峰公益活动发起人 也就是队长 从珠峰封顶下山的途中不幸遇难 而负责运送遗体的直升机驾驶员 因为珠峰空气稀薄 直升机螺旋降难以转动 在珠峰营救任务中 直升机坠毁 击毁人亡 珠峰上的亲道夫们 他们用自己的双手 还珠峰一片雪白 用自己的生命还人间一片净土 他们是平凡人 却做着不平凡的事 这部纪录片在豆瓣上 平分高达9.0 但是看过的人却寥寥无几 是啊 我们大多数人都在忙着 关心身边的人和事 这些真正值得敬佩的人 却无人问津 我们自认为 这些遥远的东西 不会波及到自己 可是在大自然面前 人类欠下的债 谁又能逃脱呢 这些遥远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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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